大家好,欢迎接着学习 前面一讲给大家讲了文本的基本处理方法 这一讲我们接着来看文本的一些设计方法 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个操作 我们在PPT里边有时候对文字做一些处理的时候 不太方便 我们要把文字转成形状 要把文字转成形状 我们在练习文件里面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在这里练习文件里面自己新建一页 这里我补充一个知识点 选中这边的左侧导航栏的页面 以后我们直接按回车 就是新建页面 这一点大家注意一下 这是一个小技巧或者一个快捷键 直接回车就会新建一页 刚才要说啥来着 文字转形状 我们在PPT里头插入文字 我随便写字 文字 文字 然后我选择一个素兴点的字体 为了说明方便 把这个字号给带一点 就有的时候我们处理它的时候 直接处理字会不方便 比如说我要把这个字 裁掉一半之类的这样的处理 那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个操作 就是把形状跟文字 做不耳运算 你有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 我把它置于底层 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形状之间的 不耳运算 对不对 香蕉减除等等 其实在PPT里头 如果你的文本框 没有填充色 但是里头有文字的话 它也是可以跟形状不耳运算的 比如说我这里的文本框 跟下面的形状 直接相交一下 你看合并形状 形状格式 一边选合并形状 相交 那么它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东西 看起来是字 对吧 但是它已经不是字了 它已经变成形状了 你懂我的意思不 这个字它变成形状了 你没法像输入字一样的改它了 现在你就可以当成形状来处理 包括改它的颜色 改它的边框 改它的透明 渐变等等 效果 理解了吧 同时你也可以把它当成形状 来做这样的处理 比如说前面的这些 拆封之类的操作 因为它两个都是形状了 对不对 比如说我在这里形状格式 在这个波尔运算这里 选择一个拆封 你看 它就会整个拆碎掉 懂我的意思了吧 所以做这样的一些处理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为了把文字打散之类的 也会使用到这些功能 所以在这里补充一个点 就是文字可以转成形状 关于这个处理 我们后面可能会有一些设计的案例的时候 到时候能运得到 我们运得到的时候 我是补充这样一个指示点 文字转形状 也叫做文字实量化 因为形状是实量的 把它自转成实量形状 就是文字实量化的一个过程 还有文本里面要补充的一个指示点 是文字的转换效果 那关于这一点呢 我在练习文件里边演示一下 为了演示的方便 我先复制一段字 复制一段字 把它直接粘到这个地方 让字号小一点 文字的转换效果在哪里呢 在这个形状格式里边 大家看 这里有一个文本效果 注意 不是形状效果 是文本效果 然后在文本效果里头 有转换 这里有一系列的转换形式 我们随便选一个 比如说一个圆 然后为了让它是一个正圆 我把这个大小改一下 我改成五乘五吧 举个例子 五乘五 五厘米乘五厘米 它就变成一个正圆了 对不对 然后你看到 这个字就排成一圈了 可以按住shift键 等比例缩放一下 让它大一 这就是文字转换效果的一个处理 它这里有各种各样的 这种转换效果 这个不同的效果 我们在一定情况下会应运到他们 你可以自己先这样玩一下 试一下 感受一下每一个转换效果 它的一个感觉 然后接下来 我给大家看这样的几个案例 我们如何借助于这个功能 做出一些设计效果 我们回到讲义里头来 那有了这个转换效果以后 我们除了写字以外 我们可以插入一些符号 字符 然后做出一些这样的情况 你看比如说 冒号排一圈 感叹号排一圈 书名号各种符号 看到没 可以排出各种不同的效果 比如说这个 我插入一些这个短横线 短横线 把它排成一圈 也能排出这样的一个像虚线的一个圆一样的效果 各种各样的这种 你看 书名号对不对 感叹号 还有这个箭头等等 做出了一些各种各样的效果 而同时在这里填充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箭变 这样做一些填充 会得到各种各样的这种感觉 你看到没 这个箭头 也可以产生这样的一圈的效果 具体应用案例当中 我们会用的档化 那在这里的话 无非就是像刚才一样 我们把这个字 给它改成一个箭头 输入一个箭头 或者我们输入感叹号之类的 你看 你多输入一些感叹号 你看 感叹号就会排成一圈 对不对 那这里它是一个半圆的一个排布 我们把它改成整圆的一个排布 稳不稳效果 改成这个整圆的效果 当它不够的时候 因为它现在是字 我们就可以直接复制它 在这粘贴 多过粘贴一些 你看到没 这个中间 我作为了 同时呢 还有一点就是 除了这些常规的字符以外 我们在插入里头 你会看到这有一个符号 当你的光标处于这种 输入状态的时候 这个符号就会被激活 打开它 就会插入到各种各样的字符 这种符号 我们在这可以随便选择一种 比如说普通文本 这个广义标点 什么的 这里头符号特别多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但是刚刚说了 如果你不是属于 这个输入状态 它是灰的 一定要是状态 点到文本框里边 光标闪烁的时候 这个符号才会被打开 比如说我插入一个 这个电话的图标 或者这个剪刀的图标 你看 我先把这个枕都删掉 Ctrl E 删掉 输入状态 对吧 我插入一个这个剪刀 插入了一个 对吧 然后呢 我可以多插入一些 你看两个 我把这两个复制上 粘贴就好了 继续在这粘贴 对吧 这个它边有回车 粘的时候有回车 所以我不这样搞了 我全部去掉 前面我们讲过一个快捷键 Ctrl Y 重复上一步操作 还记得不 我插入一个剪刀 然后呢 紧接着就Ctrl Y 它一个重复 我刚才插入这个操作 你看 一直Ctrl Y 是不是 一排剪刀 又有了 而且这个剪刀 也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效果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关于这一点 我说到这里 我们再来看几个案例 比如这里头 我们会在这样的一个圆形的形状里面写字 那有时候为了让它跟这个圆形更贴合 我们会把这个文本 做一个这样的圆的处理 让它结合的更好 要不然直直的这样排过去 会显得有点突兀 我们看这里头 比如说你看 这个选择就是直的 对吧 这个直的特别不好看 我们可以在这转换这里 虽然它只有四个字 但是它也可以产生一个 弯曲的效果 对不对 选择一个这个效果 这个效果 我稍微往下移一点 我只设置一个 其他的你们自己去设置 然后对比一下 你看 它比它就要好一些 对吧 所以我们在PPT里头 以后如果看到字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大家就要记得 我们使用的是文本转换效果 刚才我们说 我们插入一些特殊的字符 比如说心形 三角形之类的 都会拿这个转换效果 做一系列的这种东西 下面举个例子 比如说做这样的一个页面 或者这样的一个页面 也是使用了这个字符的转换效果 以及把字符里边填充了图片 我们选择一个演示一下 我们先演示这一个 先演示第一个 我们新建一页 在这里我们切换一下板式 切到空白这里头 关于板式的这个 现在你可能不太理解 它是什么意思 什么功能 我们后面的章节当中会讲 你现在只需要知道 我们第一件 可以在这切换板式 我切了一个空白的板式 然后插入一些形状 插入一些这个键盘上的 最上面1235690 后面的那个短横线 知道吧 就是破折号的这个 我们插入一系列的这个破折号 插入一些这个符号 然后我们回到格式转换这里 我们选择一个 自己看吧 哪个喜欢哪个就用哪个 比如说这个 我们可以把它拉宽 看到没 可以拉宽 就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如果觉得它太密集了 我们可以删掉一些 再删掉一些 看到没 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刚才的那个 基本的形就有了 是不是 它那个要更宽一点 所以我们再删掉一些 灵活嘛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调这个小黄点 你看到没有 小黄点 它可以调这个右 左边的这个大小 我们可以调的稍微 让它有差异一点 然后我们让它左对齐 顶对齐 然后直接拉满 直接拉满 甚至我们可以让它旋转一下 这样旋转 或者这样旋转一下 旋转到我们觉得满意的效果 这无所谓 因为设计是很主观的 没有对错 这样进行一个旋转 把它放到这个地方 让它稍微再平一点点 太平了 稍微有一点点角度 OK 行吧 就放到这里 然后它现在还是字符 对吧 我们也可以通过前面 我们所说的那个 形状不容预算的操作 我们直接盖一个形状在上面 让它俩相交一下 这样交完它就变成形状了 给理解吧 现在它就变成形状了 已经不是字符了 变成形状了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择图片 填充 然后插入一张图进来 插入一张图 我还是打开这个图片的文件夹 我们赶紧来看一下 随便选择一个分景的吧 选择哪一张 这一张好了 热气球的 插入 那么把这个轮廓再去掉 你看 它是不是就进来了 当这个图片插入到形状以后 这里有一个选项 与形状一起旋转 这个可以勾选 也可以不勾选 当它勾选了以后 你看图转了以后 形状和图会一起转 你不希望这个图片旋转的话 可以把这个去掉 那么它就是你形状再怎么转 它图片远远是正的 看到没 我们在这把这个去掉 做这样一个处理 然后现在它可能是变形的 我们前面说过 恢复一下变形 选填充 那这样子它就会 刚好填充满这个画面 我们调整一下这个图片的范围 显示范围 让我们想要的部分 显示在画面当中 一定要注意这里的这几个边界处 不要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有空的像素出来 这个就会出问题 我们把它做到这里 好吧 那这个图片的效果就有了 是不是 那这就下面这都是一些文本框 我就不再演示了 就是这样的处理 那刚才另外一个这个效果 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我快速演示一下 插入一个文本框 还是输入刚才那个短横 或者波折号 输入 然后我们在这里头 文本效果旋转 这里找一个效果 应该是哪一个呢 我看看 我往边上移一下 它挡住我了 我们问效果 我找一下是哪一个效果呢 哪一个呢 是哪一个呢 是这一个对吧 三角形道 你看是不是 三角形道 让它左对齐顶对齐 然后把它拉满 拉满 这个间距太密了的话 你可以删掉一个 让它的这个线条更粗一点 是不是 哎 它就在这有这样的一个效果了 或者可以再删掉一些 好 同样的处理我盖上一个形状的上面 让它俩交一下 来一个香蕉 直接交成形状 因为刚才它还是字符嘛 交成形状 把轮廓去掉 再把图片插进来 恢复一下变形 对不对 然后底下插入一些文本框和线条 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封面 这我就演示到这里 这是关于这个 形状转换效果的一个使用 这是一些案例 那包括这样的一个案例 也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里头的 其中的一种转换效果 你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每一种效果都可以自己试 具体哪一种是什么效果 其实我也不记得 每次都是自己在试 完了再给大家补充一个点 就是让文本框变得乖巧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这个文本选项的 第三个选项里头 它有这样三个选项 我们回到这里头 直接跟大家说 如果说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文本框 你看像这一个 它就是可以随意调整大小的 不管这个字有没有抛出去 它文本框的大小 是可以任意这样子调整的 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像这个 你想让它大一点或者小一点 它不听话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就是文本选项 这里的第三项里面 这三个对应的功能 不自动调整 顾名思义 就是文本框 不自己调 你调成什么就是什么 这个就叫不自动调整 它就很灵活了 而易珠时缩排文本 这个顾名思义 就是当字太多了 超出了这个文本框的大小以后 字号会缩小 它字号会缩小 然后保证能够放在这个里头 你看到这里字是不是很小 我如果继续往里数字一点进去 你看 它字号会变得更小 你看到没 这叫做易珠时缩排文字 这个很好理解吧 根据文字调整大小 这个意思就是说文字再多的话 它形状会自动变大 它会自动变大 你看你删了以后 它会自动变小 但是你想要手动拖着 去改变它的大小 它就没法调整了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们一般 我建议大家把它调成 不自动调整的这一种选项 我们会方便一些 就是灵活一点 想要多大就可以多大 然后关于字号 我们可以去手动的调 它的大小 易珠缩排和根据文字调整 设置成这两种的话 有的时候会不太方便 所以这一个小小的点 一个细节 我给大家补充一下 后续如果遇到具体的案例 当你会发现 文本框的大小不好调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在文本选项的第三项里面 来把它改成不自动调整 这一点我就说到这里 可以理解吧 每种情况都会有不同的 调整方法 完了我再补充一个 安装字体的一个方法 大家在电脑上 可能有时候需要安装一些字体 为了让我们的PPT里边的字体 展示的更好 这里推荐一个网站 叫做猫坑网 在这个网站上面 它提供了很多免费的 可商用的这种中英文的字体 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记得安装很简单 打开这个字体文件 点右键 就是有一个安装 安装完以后 这个字体就安装到 你的电脑里头了 然后你重启一下 PPT再打开 其选择列表里边 就会出现你安装的字体 比如说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头很多字体 它不是系统自带的 是我后期安装上去的 比如说这里的 阿里巴普会提 还有这里的 什么德意黑 这些你看 各种各样的这些特殊字体 都是这样 后续安装上去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去我刚才说的 网站上面 猫坑网 3w.boken.com 要装一些特殊字体 完了以后安装一下 关于字体的安装 你如果不懂的话 可以自己搜一下 百度一下 都会有很详细的教程 这是安装字体的一个点 我就说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看几个案例 看几个案例 前面讲了一系列的 文字的处理方法 在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封面设计 微信公众号运营推广 然后你看 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前后的对比 你会发现有什么同 这里好像有一个阴影效果一样 对不对 但是呢 你会看到这个阴影 它不是我们前面演示的 这种常规的阴影 而是好像带了一些 这种文理效果的阴影 这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在这里给大家推荐 一种常规的处理方法 叫做叠字法 我们其实使用了两层 一层是重色填充的字 下面一层是拿这个 文理填充的 这个图案填充的这个字 让它这样叠在一起 就产生了一个效果 回到练习文件里边 给大家演示一下 你看 这是没有添加效果的 很普通 对吧 这个添加了一些效果 会看起来好一些 其实在这里呢 我们把这个字 复制一层 复制一层 复制出来这一层 先放到这里 然后底下的这一层呢 我在文本选项里头 给它一个图案填充 这里的话 我们把这个背景改成 这个深灰色 前景改成 背景改成白色 背景改成白色 前景改成一个灰色 改成一个稍微灰一点 然后在这里选择一种 你想要的效果 比如说 比如说这种效果 就是横线的这种图案 我这个前景有点灰 我可以再让它深一点 比如说选择这个深灰 或者再让它黑一点 选择这个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字来 直接重叠 它就被遮住了 对不对 我们稍微让它错开一点点 你看到没 其实就相当于手动 给它添加了一个阴影一样 这个稍微自己移动一下 放到哪儿无所谓 稍微错开一点点就行 或者鼠标不好移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方向键来调整 让它产生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行 理解了吗 这是我们所说的 这样一种处理方法 叫做什么呀 叫做叠字法 有时候一层达不到效果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两层 来达到一个效果 再来看一个案例 这是我们设计师做的一个 抖音运营方案的PPT的封面 然后这是没有处理之前的一个效果 这个白字很平淡 但是后续你看 处理以后 是不是有了那个抖音的感觉 那这里 其实你可以使用我刚才所说的这种 叠字的方法 就是叠三层 蓝的 白的 以及红的 然后把蓝的和红的放在下面 就应该是绿的 绿的和红的放在下面 然后让它三层稍微错开一点 就会得到这样一种效果 但是 这里 我介绍一种方法 除了 叠三层以外 我们可以一层就解决这个事情 这里叫双重阴影法 什么叫双重阴影呢 我在演示文件里面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 这个是添加了这个效果的 对吧 这是没有的 我们先给这个字 先添加一个阴影吧 切换到文本选项 阴影 给它先来一个右下的阴影 然后这里我们选择这个绿色的阴影 然后把这个模糊和透明 给它直接关掉 放到右下 这个距离可以让它 就三棒吧 是不是 右下有绿的阴影了 那我们再给它左上一个红阴影 怎么办呢 你如果直接在这改成左上的话 会怎么样 它就用新的阴影 把这个计划掉了 因为一个对象不能添加两个阴影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我们前面说过 形状和文本框是同一个东西 我们在文本选项里面给字填了一次阴影 但是呢 我们还可以去形状选项里边 给形状填一次阴影 因为这个形状它是没有填充色的 所以这个阴影也会被试加到这个文字上 所以我们这里选择左上 然后呢 给它一个红色的一个颜色吧 用这个红色吧 然后把模糊和透明关掉 看到没 距离可以大一点 这样你看 这两个颜色可能不是抖音的那两个颜色 我把这个换一下 不过无所谓了 就去演示一下 你看 左上是红的 右下是绿的阴影 只不过一个填给了形状 一个填给了文本 所以也就不需要有三层叠加了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投机取消的方法 就是一层就解决了这样的一个效果 可以理解吧 这个大家自己解会一下 如果没看懂的话 你倒回来 会退一下 自己研究一下 就是我们所说的双重阴影法 你看我们既给形状选项里头的阴影 添加了一个 这样右下的一个红色阴影 也给文字选项里的字 添加了一个左上的蓝色阴影 就得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下面再看一个这样的案例 这里的处理 我们会看到设计师的一些小心思 就是他在这些笔画的交叉之处 做出了一些这样的效果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你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也都是前面所学的一些基本操作 达到这样的效果 那我就直接揭秘吧 就是设计师在处理的时候 它会添加一些各种各样的形状 然后给这些形状一个渐变的填充 然后一些形状会加到这些地方 然后就产生这样一些效果 可以理解吧 还去做出这样一个效果 那比如说这个也是一样 在这个案例当中你看 它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都会添加一些效果 我把这个拆解一下 你会看到 它本来是一个常规的字 你看添加了一个渐变填充的 这样的一个形状以后 这个地方 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是一种助理方法了 我就说到这里了 完了以后还会 因为前面所说的文字 也可以拿图片填充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找一些这种 金属质感 或者其他的一些材质的图 把图填到这个字里头 这个也会得到一些 非常不错的效果 那这个其实一张图 那这种文理图在哪找呢 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 画半网 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我先给大家打开来看一下 我们直接在花瓣网上面搜 花瓣你直接摆度 就是花瓣那两个字 花瓣 就是花瓣 然后有一个这个花瓣网 有一个这个花瓣网 一定要打开到官网上 不要打开错了 我把这个退一下 怎么打不开了呢 打开这个花瓣的官网 你打开一个花瓣网 我们在这直接搜这个金属质感 这个类似的吧 金属材质之类的 你看 就会有很多这种图 我们选择这一个 比如说 我直接在这复制这张图 复制了以后 这张图到哪了呀 到我的剪贴板里头了 对不对 到我的剪贴板里头了 然后呢 我就可以在PPT里 做这样一些处理了 比如说这个字 对不对 我给这个字 来一个填充 选择这个文本填充 文本填充这里 我们选择图片填充 然后选择剪贴板 那么刚才我复制的 这张图就进来了 看到没 那在这里 其实我们也是使用了 一个字 一个文本框的 这样的处理方式 做到这样的效果 比如我把金属两个字 都填成金的 质感两个字 填成银色的 然后顺便 你看 给每一个字 有一个左边的阴影 看到没 有一个左边的阴影 在文字效果这里 添加了一个左侧的阴影 黑色的阴影 它也会达到这样的一个 更有立体感的效果 也还给这个字 添加了一个 白色的边框 也就是这个字的轮廓 对吧 文字的轮廓 或者在这填这个字的线条 对不对 添加了白色的线条 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这就是 做一些这种材质字的 这样的一些处理方法 你看 特殊字体 加一些这样的材质 就可以做出一些 这样的感觉 各种各样的材质 你只要能找到 对应的图片 都可以往字里头填 这个就可以方便很多 当你填了这个材质以后 你在这里面直接输 其他的字的话 它这个效果 就会一直有 比如说我复制一个新的页面 你看 我在这里接着输 比如我输入我的这个名字 你看 当你填出了这个材质以后 你再输的话 它输入的字 都会有这个材质 可以让它小一点 懂我意思吧 应该比较好理解 你看 这就是我的微博ID 小红书ID 抖音ID B站ID等等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好 这就是这种材质字的一个处理方法 像这些毛茸茸的质感 这种牛仔布的质感 等等 都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些效果 这是文字特效的一个扩展 大家掌握一下就好了 完了以后 再给大家讲一个案例 比如说这个 把字可以放平 这个有两种方法可以实现 都是前面讲过的 我们在练习文件里面来看 一种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什么 这个三维旋转在三维旋转这里 文字的三维旋转这里 我们给它一个放倒的效果 让它倒下去 这里 让它倒下去 然后在这调它的透视的值 让它透视一下对不对 然后这个 Y轴这里 也可以让它更平一点 让这个透视更强一点 进大圆形 是不是也能做出这样的效果 这是一种处理方法 通过三维旋转做到它 好 改成无 另外一种就是在这选择一种透视效果 透视效果 其实一样的 好看是哪一种 嗯 就是看起来好像 应该是这一种 对 应该是这一种 然后呢 可以简单的调一下它的这个大小 或者这样子调 做小一点 对不对 然后让它调这个小黄点 那成这样一个感觉 那这两种方法对比起来 我推荐使用这个方式 然后让字产生这样的一个 呃 跟地面更契合的这样一种感觉吧 那当然这个 不同的案例当中 它所使用的具体参数是不一样的哈 这种方法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 为了让我们演示的这个字啊 更贴合我们的桌面呀 一些屏面呀 之类的 都会做这样一个处理哈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贴屏的一个感觉 好的 那我们这一节关于文字特效的处理 就先讲到这里吧 啊 我们下一节 给大家讲解这些图片的一些处理技巧 到时候大家 再来听啊 这些图片的处理技巧 就先讲解一下 这些图片的处理技巧